主義城的會場 然後現在50分 我們要介紹的講者是小班 那小班主要活躍的社群是G0V 就是公民科技相關的那個領域 那剛跟他認識的時候 其實是在一個完全跟開源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場子上面 然後再跟他剛認識 然後就稍微聊一下 然後聊到他要上場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好爸爸我要去賣萌了 真的是一個很了解 上台就是一種表演的那個狀況 那小班近期的焦點是比較放在 用產品規劃的相關角度 來協助公民科技發展 那他會做很多介接 開源社群跟一般的傳統的公民團體 之間的合作 那我有一點點覺得說 這種東西會比較像是 會遇到那種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要轉型的 數位轉型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到底會不會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把時間就交給小班 讓小班來跟大家分享 掌聲鼓勵一下 餵 我今天很高興看到大家 然後也很高興看到Bob 因為我第一次在CostCup 講Lightning Toad 就是Bob主持的 然後今天可以在這邊分享 感到很開心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跟教堂一起辦事集 開源社群與公民團體 怎麼協作 那想跟大家介紹 嗨大家好 我是小班 然後我的ID是AL 算GMP社群的長期參與者 然後現在會自稱自己是 公民科技產品經理 那下面是有做過的一些專案跟產品 那今天會主要是介紹 This Factory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年紀比較大 比較沒有辦法賣模 OK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 G0V社群也許在做大家並不一定很熟悉 CostCup這邊是有很多的開源技術社群 G0V就是把這些開源的概念跟技術 去用在社會上 寫程式改變社會 改造社會 但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爆竿生出一個 比如說高雄氣爆次學化專案 或者是三一八學運的時候 有很多有人跑進去幫忙接Wi-Fi 這些support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嘗試 改變一個社會議題 要以一個一年 兩年 三年 五年的時間尺度來說 社群有辦法持續地去做到這樣嗎 這是我自己一直在問自己的問題 那滿開心的在This Factory這個project裡面 有跟G0V社群的夥伴 今天跟我們是我來 還有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夥伴 一起做這個農地違章工廠的回報系統 那我們從2019年開始做 然後做到現在幾乎剛好是三年 那就會是一個要解決台灣農地上有很多違章工廠會污染的這個問題 那今天的演講主題就是教堂與市集 這是開原很著名的一書 就是建教堂的邏輯是你要一層一層很有規劃地做上去 但是很多開原社群做東西的邏輯就是市集 我就是擺攤 你開心來就加入 你不開心來就走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NGO跟GNV社群的合作 社群就會是那邊啊 就是 喔這個很好玩我們來做吧 然後欸不好意思我下禮拜我公司要加班我沒有辦法來 然後但NGO他們是有一個組織 他們要上班 然後有捐款人要交代 然後還有政府修法的時程什麼時候一定要開記者會 所以是一個他們旁邊在建教堂 然後我們旁邊也在做市集 然後希望可以彼此互相配合的狀態 好那最後一開始生出來的東西叫做農地違章工廠回報系統 也就是一般的民眾可以上傳地點圖片 就是工廠地點圖片到我們的資訊系統就是雲的那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地球公民基金會會會整 然後我們還幫他們做了一個自動的公文回復系統 他們有一個等於是CRM或CMS的後台 然後我們會直接可以印成公文就直接寄去給政府 然後政府回來的東西就是可以管理這些案件進度 然後再到前台讓大家看到這樣 所以最後這三年來我們做了介紹 然後還有做了回報平台 甚至進一步在旁邊我們還做了鄉民參戰的小遊戲 那如果你只看了一些產品相關的數字的話 糟糕我切錯了 等一下我這個要 OK 沒關係 欸 還是沒有切回來 所以如果只看實體的數據的話 我們可以有看到有幾千件回報 然後公文跟工廠都已經被處理了 那這個是以網站來說說真的有人用耶 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事情是整體的倡議成果 就我們把我們做的網站 其實只有拍照回報上傳 然後公文整理這件東西 去跟地球共鳴基金會有更大的社會倡議 他們可以拿這些資料去跟政府談 政府說哦沒有啊沒有人檢舉 然後你就可以說不對真的有人檢舉 你還可以比較不同縣市的狀態 所以在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都逼他們 需要去做更多的政策改善 以及最後在2021年統計資料顯示 新增建的工廠 微商工廠的面積是減半的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段旅途對我來說 我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希望可以把這段旅途 學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是要先 知道自己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也就是要說先瞄準再開槍 而不是就是我爽做就好 如果你要很多人一起做的話 那時候2019年台灣的狀況就是 已知至少4.5萬家 農地上的偽賬工廠 一家長這樣 很多家就會長這樣 那 所以會造成一些污染 因為沒有錢就會排廢水 或者是鐵皮屋燒起來 然後旁邊沒有供水 所以消防員這幾年死了好幾個 在這樣的偽賬工廠裡面 還有另外 農地一旦蓋了工廠 就沒有辦法再恢復成農地 對台灣的糧食安全 就是糧食自給率 也會有很大的問題 那旁邊的居民也會不堪其擾 那所以解法會是什麼呢 所以公民基金 地球公民基金會一開始的解法 是要去跟 一個是直接讓現在有被影響的人 有辦法去檢舉 另外一個呢 就是 去推動政策改變 所以落實工廠管理輔導的辦法 那他們就會常常接到民眾說 那個 這邊有一間工廠在我家旁邊 然後什麼 直接在 但是透過電話跟透過E-mail 常常都搞不清楚那個地方 到底在哪裡 就是 什麼 我家上口右邊的那個樹的後面 那個電線桿 就很難確定 而且另外就是 民眾其實也可以直接 跟縣市政府檢舉 可是你的姓名就必須要在那個公文上 那可能 當地的黑道或什麼之類 就會找上你 或是那個工廠 什麼 六叔公的 開的之類的 所以 我們最後 地球公民基金會來 GINV社群提案的時候呢 是 想要一個新的回報系統 可以匿名方便 還有收集它的指導品質 那這個是一開始提案的人 小海 他列了非常多 實際的需求跟右邊 當場就有非常多的人來幫他 然後 以及就有設計師跳進來 畫了系統架構說 我們會需要一個檢舉人端 一個是 就是給 admin page的部分 然後再畫出well frame 然後去決定我們要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才是我進來參與這個專案的時候 就是好 我要分畫好 接下來 然後呢 要怎麼把產品做出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就因為 因應政府修法時間需要三個月內上限 然後 一般的網站 三個月可以 可是這是一個大家一個禮拜只花三到六個小時 幫忙的網站 而且我們還不熟悉我們的使用者 我們並不是開發給跟我們一樣的人 我們要開發的使用者是 在農地 然後四五十歲 然後他可能是種田 或者是我們後來發現還有土地種介 還有地方的環保團體 其實就三個月很趕 最後花了六個月 但總之就是摸著時候過河 那第一件事情會遇到的事情是 相遇後與會與知識卻差異過大 怎麼找到溝通的方式 其實它很像是一個文化衝擊吧 就是 比如說我們 或是我 至少我 開完社群或是新創的背景 就是覺得要做Prototype 然後我們就是只要先找出MVP 然後先做一個可以動的東西 然後先上線 然後後來再加 這個概念對NGO來說很衝擊 你不是應該要做好之後才可以放出去嗎 或者是 就是我們希望所有的文件都要公開 然後大家都可以Access 那怎麼寫文件這件事情 然後要把大家導引到一個公開的Channel 而不是一直私訊這件事情 也要花很多時間去努力 然後從NGO那邊對開完社群來說的事情是 我們沒有想到 至少我 我沒有想到問題這麼複雜 這個不是一個 我只是要解決 一個本來要打電話回報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地圖的軟體的東西 而是 突然要開始去理解後面 立法委員的關係 然後當地的縣議員跟當地建商 當地農民 然後環團組織 還有中央政府 選舉吧吧吧 這些東西 花了蠻多時間在磨合的 所以最後呢 其實我覺得滾下去出來 給大家 之後可以做的是 第一個一定是建立社群 跟開放解說的基礎 你要先有人 你才有辦法做接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件事情 是我們做一個每週一次的小聚 然後我們也有訂定了slag 或者是github 跟hackmd做整套的交流的系統 可以把檔案都放在裡面 大概會長這樣 那設計圖就放Figma 然後再來就是startup的 敏捷開發的東西 我也把它用進去 就是做了很多的scoping 因為假設如果一般 startup一個spring 是兩個禮拜好了 或是你跟 你同事的公共週期是每天 可是在這樣的專案裡面 一漏掉一個球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過去了 因為就是對方沒有看到 非同不協作 那這邊用的很多東西是 確保團隊團員都很知道 North Star 北極星整個專案 往哪裡走 然後跟切了不同的Milestone 大家才不會覺得東西做不完 然後以及 prototype 我們很多一開始後台的功能 都是先用Google spreadsheet 印拉 然後拉完之後才整理出來 到底實際上需要哪些tag 我們Jungle的後台才會進去做 好 那所以scoping 那我後來想要跟人家解釋就是 這樣的開發節奏就是一種 抬轎的概念囉 就我們有目標我們也要往哪邊走 但現在誰來抬轎是可以換的 好 所以 最後這邊 雖然好像有一個很清楚的目標 或者是 作為一個PM我可能會壓下東西 但其實是貢獻者非常自由生長的一個 Disfactory專案 這是從一開始發起 然後這中間可能有人會覺得 做另外一個網站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別人的東西我們就把它拿來用 那像我們現在還有這個回報工廠的網站 有Fork出去去做一個是黑熊回報的網站 那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好 然後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會是 要怎麼讓人家可以持續的貢獻 然後這是我總結出來的六個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很歡樂 然後第二個是要參與的人都很有自主性 第三個是我希望參與的人都可以有所成長 因為你沒有成長的話你就會burn out 就會失去熱情 然後第四個是 你要騙人家入坑 你要推人家入坑的時候 知識要正確這樣 就是onboarding 然後再來就是communication的意思是 大家上班都已經很累了 大家上班已經跟PM吵架了 你不可以讓大家下班做專案 還是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最後是 就是大家看到這個專案有影響力 有真的有改編一些事情 大家就會願意留下來 那其實就是大家會說什麼 Oh this fire room怎麼做到 到現在三年來有八十幾位貢獻者 然後每週可能有十個活躍的貢獻者 然後有時候五個時區連線 或是說什麼 你們是現在G0V工人是最大的team之類的 但其實每週的狀況我比較像是這樣 就因為我不知道今天誰會出現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規定說你下禮拜要出現 有時候也不一定有下禮拜要討論什麼 然後就會很擔心說 後台壞掉了沒有人修怎麼辦 然後或者是 我很努力的在降低bus factor 就是你們團隊裡面需要幾個人 同時被公車撞死 你們團隊才會沒有辦法運作 那應該有一年半到兩年 一年半的時間那個人數都是1 只要有一個人 不行了這個專案就做不下去了 然後後來有拉到2或3 現在可能都掉回1 所以非常感謝各社群參與者 就是一起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基本上是一個前端盡量找人配置 然後後端也是設計互相支援 尤其是我們後來還有兩個網站的狀況下 就變成人力更吃緊 就是一組前端設計後端會對一組網站 好 那這邊是如何找到對的人 讓大家的專長對起來 那歡樂這個部分開圓社群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一定要有零食 然後就是非常重要 然後我們去哪裡看那個線刊工廠 就去買哪裡的名產回來 然後跟大家說這是工廠旁邊的名產 這聽起來有點奇怪 然後 然後onboarding的部分的話 就是除了我們會議題 會從頭跟大家介紹一遍 讓大家知道意義在哪裡之外呢 也會要 我後來發現對一些更新的參與者 需要onboarding開放文化 或是開圓這件事情 並不是會寫程式或畫設計圖 就知道開圓是什麼 那但是開圓在我們的合作習慣裡面也很重要 你習不習慣你把東西先丟出來 你怎麼樣去comment別人的code或發PR 或者是怎麼樣的溝通習慣 好 那 然後所以 因為是一個mix 我還是會做一些star常做的事情 像retrospective 會議去問人家覺得哪邊好 哪邊可以再改善 然後希望是可以改善流程的方式 那哪邊好的部分就是一個 一個team building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真的會有人用嗎 這個是我內心中一直非常非常深的焦慮 我現在成功推克了這麼多的工程師 這麼多設計師 你知道每個禮拜十個人 如果大家算實心算起來的話 那有多可怕 所以我很怕沒有人用 而且我知道使用者有沒有人跟你想的不一樣 那這樣圖大家不用細看 但可以跟大家說就是 一開始以為是一個很難用的google form 然後我們把那個google form改成一個 可以用地圖回報的界面 然後但 我們一開始就在台北開發 然後就聽NGO的人跟我們說 應該要什麼功能什麼功能 然後他覺得這樣不太對 然後一去鹿港 然後那個農田就開始發現什麼 太陽太大 然後我們原本的調色那個現場看幕出來 現場的網路速度 或甚至直接有人就問我說 所以要怎麼知道2016年5月20號後 新增的工廠是什麼 我當時整個影片茫然 因為我連這個日期有什麼意義都不知道 但前來這個日期很重要 所以那天那時候已經12月了 預計1月20號一定要上線 12月24吧 立刻回台北立刻改 然後改完之後就比較好了 但後來就是每個月大概有幾十件進來 然後發現這個議題熱度過了 好像沒有辦法再讓政府再多做些什麼 就想要再多做一些社交媒體的宣傳 結果一打電話問使用者他們都說 我沒有想讓我朋友知道 我都是Google 我Line上也不會講 Facebook也不會講 我很怕被找查 所以就不可能從這些人去 創造更多的事去媒體曝光 所以後來呢 真的會回報有問題工廠的人 我們走SEO 但我們還是需要媒體熱點 我們還是需要對政府施壓 所以我們就做另外一個衛星空照圖的 對比的小遊戲 去讓都市的年輕人可以鍵盤參戰 那這個專案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個焦慮是沒有人用 所以做了很多使用者測試 或者是你看到這邊測試之後才發現這個地段地址有出現那個 NU之類的就是也帶著工程師開車下去工廠看現場的狀況 所以當然第五個是 嗯 所以怎麼讓產品對倡議有用 那以Despire農地為張工廠的例子是 問了剛剛前面那些問題 然後去理解他們的倡議行動目標和策略還有跟厲害關係的人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衛星空照圖的就是 瓶頸就是使用者人數沒有辦法成長 那你必須要知道這個產品的最終目標並不是這個網站要多少人用 而是最後農地工廠這個違章議題可以幫忙 那所以我們其實需要的是更多人參與新的新聞點 還要怎麼樣再更利用政府的資料 所以最後做的小遊戲是針對都市年輕人族群做的 那基本上就是這種reCAPTCHA這種想法 然後做出大家來找場 就是要你比對中間這個是2017年的 然後後面那個是2019年照片 請問他有沒有新增建工廠 用這樣子的狀況去請了 有六千多位玩家參與 然後我們用非常高的 有沒有高啊 就是四千多個地點辨識完成 那目前已經從裡面抓出了前十個 前四五十個比較大的違章的地點 然後地球公民基金會在有人開車去現場看 現場拍照 現場回報 那所以我希望用這個例子來講 一直困擾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數位產品真的對創意有用嗎 右邊那句話是我自己講的 就是最理想的狀況是 新的思維帶來新的工具 然後在大家的課程裡面就是 因為我想要做Cross Sourcing 我相信應該可以讓更多人參與 所以我們有新的工具 那新的工具帶來新的行為 有這麼多人去做玩這個衛星小遊戲 就可以證明至少這些人在乎這些議題 那所以這個行為在倡議上就有意義 就它可以是一個跟連署一樣 或是一個比連署更強的一個行動 因為這個東西後來國小老師 又拿去給國小學生玩 他可以教完環境一題之後 搭配他的家人放在一起 或是地球共鳴基金會 他們可以去教育推廣的時候 也使用這個小遊戲 那最後一點是非常困擾我自己 也是三年來這樣 不管是自己想外部批評或者是 自己想 就是這樣夠開圓社群嗎 因為我們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我要花這麼多時間做 意用性測試做使用者研究 我非常非常非常高度的客製化 就是為了這個長一座 但我們花這麼多人力 除了開圓授權 程式碼有開圓 設計圖有開圓之外 這樣子有開圓給更多的人嗎 那我目前的答案是 我們有些模組有開放出去 而且正是因為我們非常 客製化針對這個場景 我只好可以保證 在這個場景是有解決問題的 所以後來台灣黑熊通報專案 才有辦法在我們這個基礎上 Fork程式碼出去再改 但是他們就可以再做更通用化 他們想要做更通用的 生物辨識回報系統 那另外一個是 比較有節奏跟去中心 我自己努力再取得這個balance 就是 我其實在這個中環沒有很大的決定權 說我們不要做這個feature 但也常常是大家會提出 比如說後台要怎麼實作 或者是提出一個新的社群媒體的compand 我基本上希望它是 就是誰要去做 誰就有最大的決定權 然後以及隱私條款跟授權 就是寫到decent的程度 那最後就是 常常有人聽到這邊會說 那開源專案開源產品 需要產品經理嗎 我答案是 如果你要做很複雜的話 你需要 就是 就是不怕量表 一開始是在評估 哪些project 適合用GTV的方式做的事情 哪些不適合 Disfactory專案是下面分數越高就越不適合 那也就是越下面的這些東西 你就越需要有一些產品策略去做 那最後的take away是 如果你想要開始做這樣的專案 把社群文化建立起來 文件建立起來 開門建立起來很重要 那如果你要做的東西 不是只是技術人做給技術的人的package的話 理性你的需求目標跟厲害關係也很重要 然後第三個 如果是跟一個很不一樣群體的話 就是要一起共同學習成長 第四個就是 我學到最多的是 開玩社群我們有很多活力跟創意的想法 但同時有一個組織可以長期支持的話 在社群能量比較低的時候 可以持續的去做 那第五個就是 科技如果要用到社會議題上的話 要與創意策略要牽合在一起 那第六個就是 如果你希望你為一個很客製化的場景做的東西 可以開玩出去被更多人使用的話 就是模組化是蠻重要的 那就是 大家可以進入QA 然後順便偵採一下 我們現在很需要前端跟後端共演師Futures Python 請大家多多支持這樣 好 有什麼問題嗎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我們可以遞麥克風給你 勇敢的舉個手 暫時沒有嗎 好 那不然我先來問一條 對 我先問好了 就是剛剛有提到蠻多都是那個 在考慮 其實你考慮的是社群的力量投入到底有沒有用這一點 就是有蠻多點 包括說東西有沒有人用也好 或者說 會不會有人來 然後會不會去支持這個東西 然後到底最後有沒有產生影響 這些問題 我不太確定 至少以這個case來講 因為可能它有一個時間必須得要上線 然後他們當時有沒有衡量說 就是什麼樣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好的 就是我有達成目標的這樣子 對地球公民基金會來講 你說對地球公民基金會來講 達成目標嗎 我們那時候覺得 如果東西可以做出來可能就達成目標 就是 或者是甚至我們也做了 沒做出來我們是否也有達成目標 那我覺得我自己 我自己跟地球公民基金會 小海當時都 還有一個目標是NGO賠利 或社群賠利 就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合作方式 Figure out想出來 或者是NGO在跟我們這樣過程中 自己去買Gandy 自己設定Server 買Domain 然後整個Team轉往雲端去協作 最後就算這個DreamV的這個Project 倡議上沒有用 但是對於數位轉型 或是數位思維開源這件事情 能夠互相影響的話 就算是有達到某種程度上的目標吧 謝謝 好 有人有其他問題嗎 Peter 謝謝 然後非常感謝小班的分享 然後我想問問的是 因為就是Disfactory它其實是 GNV專案當中 有跟地球公民基金會合作的一個專案 那我其實一直 因為我自己以前也參加過NGO的組織 然後我現在也在GNV的社群裡面 所以我其實蠻好奇說 就是在做Disfactory這個專案的時候 就是你看NGO的做事方式 跟看社群的做事方式 有沒有觀察到兩者之間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在合作這個專案的時候 是怎麼樣去調和這樣子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地方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地球公民基金會不是一個很典型的NGO 他們本身就彈性非常的大 然後每個研究員自己有自己的題目 然後因為他們各地有很多辦公室 他們很早就有一些遠距合作的這些概念 然後以及小海是一個非常 樂意接受新文化的人 然後後來再找進來Deeper 就是聽到他在大學的時候 有上過使用者經驗設計跟R就覺得 OK很好太棒了這麼沒有人才 所以有一些可能是巧合 但做事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嗎 對我來說其實還好 因為我在社群工作過 我也在公司工作過 我也在NGO工作過 所以對我來說是 什麼樣的案子 我們去選擇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合作方式 所以當時NGO的人覺得他們有很大的Culture shock 但是對我來說我倒是 我倒是還好 就是我覺得他們做事的方式很 或想法很正常 但他們當時最大最大的Culture shock是 為什麼工程師下班之後還願意 所以沒有拿錢來寫Call 然後我就問這些NGO團體的人說 那你們為什麼下班之後 還是會去參加其他環保團體的活動 然後他們就懂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喂你好 那個我其實對G01沒有很熟 那我剛剛有聽到你提到就是說 對政府施壓這個部分 那你覺得政府的角色其實 它是比較偏向就是說被動 其實它其實 裡面有一些人 他其實有這種想法 他其實想要做一些事情 只是因為缺乏一些角色去 去例如說輿論的壓力 或者說讓大家知道 應該說一個是輿論壓力 另外就是說沒有很多人 有想說這件事情要發生 這是有不同的面向的 我想要知道的是你認為 現在目前政府是比較主向 比較面向是哪一種 他們的想法 所以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是政府內部是非常複雜的 就是光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你可以想不同黨派就不一樣嗎 或是剛剛我在講創意成果的時候 其實分成了內政部 經濟部跟農委會 因為這件事情 最主要三個的組織單位 就有這三個 比如說是經濟部可以決定斷水斷電 但是農委會會去農地的這些東西 那裡面也會有長官跟比較中層 或是基層的公務員 所以後來地球公民基金會有辦另外一個分享 是讓公務員自己出來講 然後就有公務員說 其實法規擺在那邊了 他二十年都沒有處理過一家 然後今年他就處理了一百家 所以他們需要發展出SOP來做這件事情 那他覺得這是好的 或者是有公務員就會想說 與其等民眾檢舉了 我們才要再處理這一百家 有沒有可能在更早的時候去做圓頭管控 在工廠還沒有蓋起來之前 我們可能可以發現用水用電的異常 我們就可以先派人去看了 那就裡面有一些熱血的公務員 但就像你說的 可能沒有資料沒有社群媒體的聲量 然後長官交辦事情排下來 因為這個東西外面沒有人在乎或沒有人罵 就沒有辦法優先做 所以很開心可以幫助想要做這個議題的人 他有一些數據 所以這些數據 我們收集來這些數據也是開放在網路上的 所以像LUS那個做水資源的地圖 他們就有想要把我們這些工廠的點位再MAP過去 但目前還沒有我們還沒有完全的分析出來這樣子 我想再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就是問一下 在這個專案裡面你們自己產生出來的開放資料 跟你們從政府那邊獲得的政府開放資料 就是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內容跟類別 然後你們在這兩種東西使用跟產出的比例上大概是多少 政府那邊開放資料品質比較差或者是授權比較不一定 或者是不明確 那我們自己產生的民眾的資料就是 有說你上傳的時候你就同意 比如說是CC0或者是我們用另外一個什麼open 我忘記了一個database的授權 所以民眾的授權資料跟衛星碗的那個資料 這個資料dataset對後面的人用是比較方便的 那有民眾加入的當然就會比政府的資料清楚更多 因為政府就只有跟你說這個點位疑似有建築物 然後它是在農地上的那個地方 可是我們民眾現場檢舉就會有照片 甚至會有文字敘述說什麼它辦什麼集點的時候會有噪音啊 然後它門口是什麼之類的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我們也還有一些政府的資料還沒有清乾淨 就是不同政府單位釋出的資料格是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又需要把經濟部農委會的資料又要合在一起 我們也還沒有合完就是都是滾動進行中 好 那我想時間應該差不多 那所以我們就先謝謝小班 謝謝大家 小班安全下莊 等一下要堵他的人可以在門口再堵他 再給他多做一點交流 那我們下一個議題會在十分鐘之後回來 然後下一個議題是哈韋 那所以有興趣的夥伴可以 有興趣看人家怎麼自幹那個智慧問世的 可以留下來繼續聽下一場演講 謝謝各位